庄子上来了一队人马,为首那个留着山羊湖的中年人,说他是京城秦家的管事,上书大人派他来接秦家大小姐秦央回家。 他在外面报了三次家门,都无人出来迎他,院子的大门虚掩着,里面静得出奇。 他带着两个家丁推门而入,正巧赶上,我从柴房出来。 你是何人?大小姐呢? 我穿着一身粗布麻衣,脸上还有在柴房里蹭上的灰,应当跟他眼中的大小姐形象十分不符。 我就是秦央,找我何事? 他先是一惊,随后开始上上下下仔细打量我。 我将手背在身后,用金帕使劲擦拭着。 都怪竹语,一冲动就用剑了结了张大婶的狗命,血剑的到处都是,把我手掌都染红了。 听我的,用毒多好,干净,省事。 你是大小姐? 负责打理庄子的张大婶一家呢? 秦家管事半眯着眼,一副要将人看穿的样子。 我从怀中摸出一枚银白的玉佩递给他,听说这是爹爹留给我的。 他拿着玉佩端向之计,我继续道,张大婶一家得了疫病,人全没了。 我侥幸活了下来,如今整个庄子就只剩我跟主与二人相依为命。 我话里带着哭腔,又强忍着霉掉眼泪。 他看我的眼神中多了一丝怜悯,老爷眷顾小姐,特派老奴过来接您回京。 回去您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快收拾一下,咱们今日就启程。 我和主与一起坐上宽大的马车,摇摇晃晃,踏上静晶的路。 我六岁就被秦家赶来了庄子上,因为我娘跟人私奔了,我在秦家一日,他们就会因为我而被人耻笑。 爹和祖母丢不起这个脸,便将我送得远远的不被人看见,直到这件丑事不再被人提及。 当时这件事几乎尽人皆知,远在庄子上的张大神也听说了,他不仅拿我当奴仆使唤,还总是叫我小娼妇。 我要是反抗,便会招来一顿毒打,他一边打孩,一边骂我,还当自己是大小姐呢? 你到了这里就别想回去了,秦家已经不要你了,你要是听话,长大还能给我们宁根儿当个妾室,否则我就把你迈到青楼去,反正你也是个婊子。 刚开始,我还抱有希望,觉得张大神在唬我,爹爹气消了,就会接我回去。 等了一两年,京城连个口信都没传来,慢慢也就死心了。 如今十年过去了,我爹又突然要接我回去,若说他是想念女儿了,估计连三岁孩童都不信。 窗外熟悉的景致一点点消失不见。 我放下帘子,准备打个盹,左右张家村也呆腻了,换个地方玩玩也好。 马车停在秦家大门口这日,老天刮了好一阵大风。 我跟竹雨相互搀扶着下车,烈烈风声下,宽大的锦袍随风乱舞,我们犹如门梁上挂着的红灯笼一般,若不是有根绳子拴着, 早就被这大风吹没影了。 秦府的内厅却是另一番景象。 厚重的门帘将风声隔绝在外,里头的女眷们紧衣裸袍,雍容华贵。 我立在大厅中央,雾字整理被风吹乱的发丝,顺便接受满屋子女眷的审视。 秧姐儿虽然在庄子上长大,但也生得白皙水灵,与丸姐儿比也毫不逊色。 谁说不是呢,外人谁能看出她是在庄子上长大的,跟京城里交养出来的小姐差不多。 许是觉得我没在庄子上受苦,她们好像都松了一口气。 我没多想,只好奇她们口中的顽紧是谁。 这件深紫色裸袍好似套在我身上一般,比我身量大了一圈不止,衬得我像个瘦皮吼。 就这都不比顽紧差,也不知道这顽紧该是什么模样。 很快我就知道了,除了顽紧,还有琴紧,颜紧,月紧,还有祖母,娘亲,姑母,沈娘。 林氏是我爹现在的正妻,顽紧就是她的女儿。 祖母说我该换她母亲。 双鬓斑白的老人家,双眼却还十分伶俐,非得等我叫上一句母亲,才肯对我露出慈祥的笑容。 林氏安排我住进了兰院,府中最西边的角落。 她说,十日后,府上要举办宴会,正式向大家介绍我。 兰院安静,方便我学习礼仪。 我对她的安排很满意,越偏僻越好。 大家闺秀不好当,礼仪学了十天,还只是勉强能让嬷嬷满意。 我这十天为她出过兰院一步,宴会当天被打扮的花枝招展,带去了前厅。 一路上竹雨看着我不停地皱眉,最后实在没憋住,挤出一个丑字来。 她一定是看惯了我清汤寡水的样子,不习惯而已。 秦家像是恨不得向全京城的人昭告我的身份一般,前厅后院都站满了人。 我被挤在一群贵女中间,被她们打量,审视。 无人与我攀谈,都在焦头接耳,小声调笑着什么。 我觉得好生无趣,寻了个由头往人少的地方钻。 没想到有人跟我一样,也不喜欢热闹。 池塘天辟的一角,垂垂细柳下,一抹月白的身影立在那里。 我看她第一眼就舍不得挪开。 她像极了我从前养过的一只白狐,慵懒,漂亮,眼眸微眯的时候,最是勾人。 这位公子有过之而无不及,饶恕我没有什么见识, 也能感受到她身上那份与众不同的金贵。 养尊处优,常居高位,替你众生的贵。 盯着她看了半晌,正想过去打个招呼, 她却忽然眉头紧皱,往后扬倒过去。 她身边没有侍从,我一边叫人来帮忙,一边为她探卖。 不想静是个短命的,患有十分严重的心急。 我在她腰间摸了摸,没有找到治疗心急的常用药物, 只好从头上拔下一只细尖的金簪, 包了她的外衣,找准穴位,将金簪插了进去。 来人,快将此人拿下,竟敢行刺王爷。 闻声而来的侍卫将我团团围住,跑去夺懒的竹语突然出现护在我身前。 她赤手空拳,眼神却像是要吃人。 怎么回事? 我爹出现了,比起十年前,她好像只是多长了一缕胡须。 所以,我一眼就认出了她。 她却不识的我。 你是何人? 竟敢在秦府造次,她话刚出口就后悔了。 匆匆赶来的林氏急忙扯了下她的袖子, 在她耳边低语了几句。 今日的席宴还未开始。 我也只是在后院坐了会儿, 她一直在外头迎客,还不曾见过我。 回府后,我几次想去拜见她,都被拒了。 说是朝堂事多,往后有的是机会见面。 这下好了,大张旗鼓要将女儿介绍给别人认识的爹, 反而不认识自己的女儿。 多可笑啊! 但在场没人敢笑,王爷还在地上躺着呢? 你这个逆女,竟敢行刺王爷。 来人,赶紧将她拿下。 她那副恨不得立马跟我断绝妇女关系的嘴脸, 真是有趣得很。 我拍拍竹雨单薄的肩膀,示意她放松。 就在他们以为我束手就擒时, 王爷醒了。 她的随从正好将药取了来, 顺带还给她把了卖。 王爷的心急来得凶猛, 多亏姑娘用金簪通血, 使淤质的气血得以疏通,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她原是一名郎中, 常年为王爷诊治心急, 便一直随室左右, 方才也是因随身携带的养心丸吃完了, 才返回马车上去取。 起料此次心急来势汹汹, 差点就误了王爷性命。 王爷醒了, 周围一下就热闹起来, 大家排着队对她嘘寒问暖, 好似方才对躺在地上的她, 视而不见的不是他们一般。 我爹愣在原地, 脸色不太好看, 王爷安然无恙便好。 席桌已备好, 各位贵客还请入席。 今日之事, 只是误会一场, 小女。 秦大小杰是本王的救命恩人, 听说有人要将他当刺客拿下, 此事若不能给他一个满意的交代, 往后谁还敢救本王的性命? 秦大人, 你说是吧? 站着的王爷好像比躺着的尊贵不少, 原本就要散去的众人都不敢动了。 王爷说的是, 我爹抹了把额头上的汗, 恭敬道, 微臣也是怕小女无知, 冒犯了王爷, 一时情急才出此下策, 还望王爷见谅。 王爷瞥了他一眼, 冷声道, 要见谅的不是本王, 这, 我爹看向我, 我也睁大眼睛看着他, 假装看不懂他对我使的眼色。 秦儿, 你可会怪罪为父, 大家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脸上, 若是寻常妇女, 女儿定然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 让父亲难堪。 可方才他们都听见了, 秦大人似乎都不认识自己的女儿。 这样的爹, 怕是世间少有。 我勉强扯出一个笑容来, 做女儿的, 自是不会怪罪自己的父亲。 喜宴不了了之, 但目的达到了。 满京城的人都知道, 秦家刚回家的嫡长女秦央救了当朝九王爷。 王爷还为他出头教训了公布尚书秦大人。 至于为何女儿救了人, 父亲反而要挨骂的缘由, 说书先生编了数十个版本, 秦家仁善的名声就这么没了。 我爹秦户发了好大的火, 把书房里能砸的东西全砸了。 我站在门口, 吃着竹语给我献包的葡萄, 眼皮都没抬一下。 秦户更生气了, 但他忍了。 他像没事发生过, 一般对我道, 秦儿, 你也到了该一亲的年纪, 为父为你寻了门好亲事。 我抬头看他, 他那和我三分相的眉眼躲闪了下, 继续道, 陛下有意让秦家女进宫为妃, 这是我们秦家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这福分落到你身上, 你可要懂得珍惜。 父亲要送我进宫。 为父知道你先前在庄子上吃了不少苦, 进宫就好了, 皇妃身份尊贵, 奴仆成群, 自是锦衣玉食, 仪式富贵。 他不是在同我商量, 只是通知我而已。 主语听说我们又要换地方了, 什么也没说, 只是抽出他的软件练个没完。 我心疼他, 让小厨房炖了好多补品, 给我俩进补。 晚上甜汤喝得多了些, 起床小姐的空单, 听见门外两个首页的丫鬟在唠嗑。 咱们在这兰院待不了几日了吧? 距离圣上要求送贵女入宫的日子, 还有月鱼, 大小节走后, 这兰院怕是要疯了。 要我说大小节这命还没咱们好呢? 苦日子过了十年, 一回来就要代替二小姐去送死, 还不如不回来呢? 嘘! 这可不兴说, 夫人让咱们拔嘴壁岩石了。 原来接我回来是为了让我代替秦婉入宫。 进宫就是去送死, 没命享福。 我的亲爹哄我替他的宝贝女儿去送死, 黑暗中我的脸上扬起兴奋的笑容。 还是我爹疼我, 让我那些宝贝有展露头角的机会。 第二日一早, 我和竹羽翻墙出了秦府。 兰院门口的侍卫说, 没有我爹的允许我不得踏出院门一步。 竹羽索性带着我飞檐走壁。 来不及欣赏京城的繁华, 我们直接去了一个人多的茶楼打探消息。 自去年三月, 当今圣上的爱妃丽贵妃娘娘身染怪病后, 每隔三个月, 就会从尚未婚配的世家女中挑出义人送进宫。 不知为何, 新晋皇妃总是活不过三个月, 不是自义就是病逝。 皇妃身故后, 家人连其失身都不得见。 圣上为了安抚她们, 往往会赐下丰厚的奖赏, 或良田万母, 或家官尽绝。 一时之间, 京中贵女人人自威, 但其家族中却步伐月月欲世之辈。 得知我被接回秦府的来龙去脉后, 主与提见就要去砍秦户的向上人头。 与她拉扯间, 一位妇人经过撞了我一下, 袖中突然多出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一个人名和一个地名。 我妈撒着上头谢云那两个字, 死水一般的内心泛起丝丝连衣。 纸条上的地点在一处无人经过的小巷子里, 破旧的院门虚掩着, 里面坐着方才撞到我的那位中年妇人。 见我们进来, 她起身降门关好, 给我们二人各倒了一杯茶水, 开始自顾自讲起故事来。 威武大将军府上的嫡长女谢云生性洒脱, 不拘小节, 二八年华还为友人上门提亲。 谢家老太太为孙女的婚事迟迟没有着落, 整日愁眉苦脸。 谢云的双亲及兄长都在边疆驻守, 几年才回家一次, 她从小就长在谢老夫人膝下, 受她教养。 谢云不爱红装爱红英, 性子随了她爹, 一杆红英枪耍得虎虎声威。 京中士陵男子都对她敬而远之, 直到有一日, 她在护城河边就起了公布新上任的园外郎。 园外郎在巡视河堤修筑时不慎滑倒, 若不是正好被路过的谢云飞身就起, 就要滚到那河水中做一只落水狗了。 从那天起, 她便借着报恩的名义隔三差五对谢云献殷勤, 在她糖衣炮弹的攻势下, 谢云也起了女儿家的心思, 不久便下嫁于她。 二人秦瑟和明了几年, 直到将军父子战死沙场, 谢老太太郁郁而终, 谢家彻底衰败后, 已是公布侍郎的园外郎露出了她的真面目。 她原本已有妻儿, 与谢云成婚不过是为了她的仕途着想, 借着将军府的名头往上爬。 将军府没落后, 她要将留在外乡的妻儿接近京城, 让谢云做平妻。 谢云不肯, 想跟她合离, 带着女儿去边疆照顾兄长留下的遗孤。 园外郎怕此事会影响到她秦家的名声, 便悄悄给谢云下了毒, 让她悄无声息消失在内宅里。 对外宣称她向往边疆的广阔自由, 与谢老将军麾下的一名将士私奔了。 秦家宽佑, 写了一封修妻书, 便再不追究。 只是秦老夫人因此等辱墨门眉之事伤了心, 害了病, 秦家只得把谢云之女秦央送到庄子上寄养。 经中谁人不到一句秦家人善, 秦侍郎心胸宽广。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跨出那扇门的, 走出巷子时天空乌云密布, 伴着阵阵雷鸣。 父亲告诉我娘亲跟人私奔, 那天我哭了很久。 六岁的我不明白娘亲为何要设下我。 祖母说娘亲生性放荡, 秦家关不住她, 我也套不牢她。 我那时不知道放荡是什么意思, 以为娘终是决定抛下我, 独自去寻外祖一家。 娘亲在秦府并不十分开心, 她时常盯着那杆被磨得发光的红鹰腔发带。 她说她挂念外祖一家, 想去看看他们。 她还问我愿不愿意同她一道去。 我使劲点头, 娘亲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她抱起我亲了亲, 高兴地笑出了声, 可笑着笑着又哭了, 我只得无措地用衣袖幽替她擦掉眼泪。 娘亲走后我就被送到了庄子上。 往后每一个备受折磨的日夜, 我在梦中都能见到手握红鹰腔, 骑着高头大马的娘亲英姿萨爽地将我从恶人手中救走, 带我一起去她喜爱的那片广闹天地。 不知走了多久, 在抬头便是秦府门口。 竹雨的油纸伞, 没能抵挡住这瓢泼大雨, 我的脸上满是水痕。 秦府的马车正好停在我面前, 秦护在小丝的搀扶下走了下来。 我朝她笑了笑, 她却被吓得后退一步。 我现在的样子一定很可怕, 病态苍白的脸上一双黑极了的眼眸直直盯着她, 湿透了的墨发贴在脸颊上。 阴侧侧地朝她笑着, 活向那来索命的厉鬼。 秦护病了, 高烧不退, 一语不止。 京中大夫来了一轮, 都束手无策。 我让守在兰院门口的侍卫 带我过去看看, 静下做女儿的孝心。 他们二人一左一右紧跟着我, 生怕我再跑了。 不知什么原因, 秦护房里没有一个丫鬟小丝, 他们都远远在门外守着。 我来到她的床边, 她好似在梦中, 睡得极其不安稳, 眉心紧扭着, 嘴却不断张合道, 云娘,云娘, 不要怪我, 我不是有意要害死你的。 云娘你, 你不要过来啊。 我错了, 是我鬼迷心窍。 难怪不让仆从近身, 这要是被他们听了去, 秦府的声望可就彻底没了。 我从怀中掏出一颗漆黑的药丸, 扔进她嘴里, 可不敢让她再继续烧下去, 人傻了, 乐子就没了。 踏出房门时, 同来送膳时的林氏母女 打了个照面。 替嫁进宫仪式, 如今大家都心知肚明, 他们也不跟我装慈眉膳目了。 秦婉冲我翻了个白眼, 她怎么来了, 真是晦气。 若不是她那个短命的娘, 爹也不会是现在者。 啪的一声, 一记结实的耳光打在她脸上。 我揉了揉发酸的手掌, 恶狠狠地看着她。 反应过来的林氏, 疯了似的就要上来扇我的脸, 被竹羽一脚踹到了台阶下。 门口的侍卫不为所动, 他们的职责只是看紧我, 别让我离开秦府, 其他事情不归他们管。 秦婉捂着肿得老高的脸颊, 愿毒地看着我, 秦央你等着, 等爹醒了有你好看的。 第二天, 秦护士醒了, 可秦婉疯了。 一夜之间, 她的嘴角像是被人撕开又缝上一般, 溃烂得厉害, 蜈蚣式的疤痕从嘴角蔓延至脸侧, 只要张嘴, 就弯心式地疼。 房中的铜镜被她摔得稀碎, 捂着嘴痛苦地哀嚎。 左右她的嘴里吐不出人话, 索性就不要张嘴了。 经中的名医又被请来了秦府, 这回他们看出了端倪, 秦婉这是中了毒。 这毒药不了命, 但没有解药, 只能慢慢试着医治。 大病出狱的秦户 悬着一颗心上朝去了。 告假十天, 忙了一上午, 就被火急火燎来寻她的秦府家丁 接了回去。 不过半日, 秦府乱成了一锅粥。 林氏同秦府管事丁三 衣衫不整地跪在地上, 秦老夫人坐在前头, 捂着心口, 直呼, 作孽。 午些时刻, 家丁有事去寻丁三, 不想, 却撞见他与林氏行苟且之事。 家丁是个新来的少年人。 哪里见过这等场面, 当即大叫起来, 引来了周围所有的仆从。 闹出这么大动静, 丁三和林氏仿若未闻, 还在极尽缠绵, 最后几个摩摩出手, 这才将二人生生分离。 回过神来的林氏眼睛都哭肿了, 声称自己是被冤枉的, 做那事实完全没有意识。 可这重要吗? 堂堂尚书夫人, 被人撞破, 于管是苟且, 就算他当时是昏迷状态, 也是活不成的。 何况他二人还那般尽兴, 在众人面前上演了一出活春功。 秦户暴怒, 当即下令要将二人活活打死。 谁知板子还没取来, 秦胜回来了, 他跪在秦户面前苦苦哀求, 求他留林氏一条命。 秦胜是秦家的嫡长子, 也是林氏在秦户微末之际 给他生下的秦家后代。 他还是心软了, 将林氏关进柴房, 另行发落。 眼看自己活不成了的丁三, 突然高声质问秦户, 老爷可还记得谢氏云娘。 秦户默了默, 令人将丁三也压了下去。 秦家在京城彻底出名了, 秦户上了一天潮, 就又告假回家。 回来就去柴房将林氏打骂一顿, 说他在外受了一天的嘲笑, 就连圣上看他的眼神都带着野鱼。 两位夫人都与外人有染。 大家不得不怀疑秦户是不是身体有什么问题。 但这种说法很快就被推翻了, 秦府家丁传出, 秦家先前那位主母, 将军府的谢大小杰, 她没有与人私奔, 而是被秦户亲手毒死的, 好给她的发妻林氏让位。 谢家世代镇守边疆, 为朝廷立下汉马功劳, 若是姑女枉死京中, 无人深渊, 定要让边疆战士寒心。 可圣上只是将秦户传入宫中, 不嫌不淡地问了几句话, 就放她回来了。 秦家的女儿即将被送进宫, 她不想在此时节外生枝。 可此事越演越烈, 因为丁三逃了, 连带着她那天质问秦户的那句话, 也传了出去。 大家都认为她手中 必有秦户毒杀谢氏云娘的把柄, 秦户忌惮她, 才放她一马。 有人说, 秦家如今霍乱贫出, 就是因为做了缺德事, 遭了报应。 这话被秦家老太太听了去, 她即刻派人前去法华寺, 请高僧来驱邪消灾。 就在这一日, 我踏进了臭气冲天的柴房, 临时被关了五日, 水米未尽, 柴房里到处都是她的排泄物 和腐烂的老鼠尸身。 成为尚书夫人前, 她原本是个乡野村妇, 如今被断了粮, 激发了她的求生欲, 徒手逮老鼠不在话下。 外头的光亮照进柴房时, 她下意识闭上了眼睛。 老爷终于肯放我出去了。 来人, 快给我杯热水, 我要沐浴。 等适应了光线, 把眼睁开时, 她又是一脸落寞, 怎么是你? 我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好整以侠道, 夫人可还满意我如此安排。 什么? 你什么意思? 这一切都是你倒的鬼。 她没有疑惑太久, 毕竟当时她那个沉迷的样子很不正常, 一看就是吃了药。 她尖叫着想要站起来撕扯我, 可惜双腿发软, 摔在了旁边的脏东西上。 怎么? 你不满意? 我见你极其喜欢诋毁女子的明洁, 才为你安排了这出戏, 你竟然不领情。 她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浑浊的双眼瞪得比同龄还大, 你, 你是来讨债的。 林氏疯了, 嘴里嚷嚷着因果报应之类的话。 当年就是她想出用根人私奔来解释我娘的消失, 既能诋毁谢家的名声, 又能让她的上位更名正言顺。 谢家百年轻欲, 因我娘这件事被人诟病多年。 娘亲如此在意外祖一家, 想必皇权之下也不得安宁。 娘亲啊, 你在等等, 那些欺过你, 富过你的人, 羊儿一个都不会放过。 林氏出事后, 娇媳嬷嬷再也没来过。 我彻底闲了下来, 拿着扫帚将竹羽炼剑砍落的满院树叶打扫干净。 秦胜就是这时候来的, 这等脏活让下人做救世了, 秦胜何必亲自动手。 他满目怜惜, 像极了一个疼爱妹妹的兄长。 秦胜跟秦户有七分相, 都生得白皙俊俏, 星星座太时很像那么回事。 他将我手中的扫帚拿掉, 递给我一个锦盒, 留相方最实心的玉镯, 兄长送你了。 我没有接, 疑惑地看向他。 他灿然一笑, 满不在意的样子, 维兄知道你同婉儿有些误会, 那日是他口快, 冲撞了云仪, 他已经知道错了, 特意让我前来向你道歉, 这个镯子就是用他的私房钱买的。 不怕你笑话, 这可花掉了他大半年的积蓄呢。 婉儿年纪小, 心思单纯, 那日也是为父亲的病担心, 这才口不择言, 他没坏心的, 你多同他相处相处就知道了。 我也没先前那么防备他了, 只是惋惜道, 可我就要进宫了, 听说进宫的女子都活不长, 日后怕是没有相处的机会了。 他的笑容一顿, 生硬地安慰我, 别听外头那些人胡说, 他们只是极度秦府能出皇妃而已。 我面上一喜, 天真的问他, 阿兄,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 他将锦盒塞进我怀里, 快打开看看, 喜不喜欢。 我将里面的玉镯取了出来, 拿起来仔细端向了下, 笑道, 甚何我意? 见我收下, 秦圣松了口气, 又叮嘱了几句要同他和秦婉和睦相处的话, 就离开了。 真是一个心胸宽广的好兄长。 我将玉镯带上, 午些时沉沉睡了过去, 再次睁眼是在一个陌生的小房间里, 昏黄的烛光, 脏雾的墙壁, 我被绑了双手扔在地上。 你终于醒了, 秦圣的声音从头顶响起。 他坐在一把太师椅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脸上带着阴侧侧的笑容。 铜白日里的温润兄长大相径庭。 这么快就不装了, 真没意思。 先前我们都小瞧你了, 想不到你一个乡野村妇竟有如此本事。 你害了母亲和小妹, 若不是要送你进宫, 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我坐起身, 只是他, 所以呢? 他被我的态度惹怒了, 上前掐住我的脖子, 咬牙切齿道, 你跟你那个下贱的娘一样, 让人厌恶, 装出一副清高的样子给谁看。 当初就该让爹送你去同你娘团聚, 不过现在也不晚。 等会儿你就会知道, 什么叫生不如死。 几个黑衣人推门进来, 身后跟着一个大夫模样的中年男子。 他拎着药箱, 恭恭敬敬来到秦圣面前, 少爷, 最好将小姐也接过来, 新鲜的皮肤接上效果更好。 他就在隔壁等着, 你动作快点。 那人得了话, 打开药箱, 摆出一列大小不一的刀具。 准备好一切, 他向秦圣请示, 秦少爷, 我们割哪里的皮。 秦圣想了下, 让人将等在隔壁的秦婉接了过来。 让婉儿自己选吧。 秦婉一进门就疯了似的扑向我, 你这个贱人, 我要划烂你的脸, 将你扔进乞丐窝里, 我要让你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突然开口, 他嘴边的伤口又裂开了。 他捂着脸, 痛得直嚷嚷, 你这个贱人, 你还我的脸, 还我的脸来。 秦圣命人拦住了他, 婉儿, 别激动, 你的脸很快就会好起来了。 真的吗? 阿兄? 秦婉神志恢复了几分, 你别骗我, 要是这张脸质不好, 婉儿也不想活了。 呜呜呜, 阿兄当然不会骗你, 大夫等会儿就将秦阳的皮包下来, 给你换上, 你自己去选, 想要他身上哪块皮。 秦婉走过来, 恶狠狠地踹了我一脚, 指着我的脸道, 可惜这张脸还要留着去替我送死, 他的手指下滑, 一到我的胸口, 不怀好意地笑道, 那就用这里的皮吧, 听说女子的这里最为软呢。 秦圣笑了起来, 婉儿果然聪慧。 两个黑衣人上前将我忧死死按住, 大夫挑了一把锋利的小刀拿在手上。 正要下手时, 屋内的烛光突然灭了, 秦圣和秦婉同时失踪了。 秦府闹得人阳马翻, 所有家丁和侍卫都被派了出去, 连经兆府尹都惊动了。 秦老夫人的哭喊声传到兰院时, 我刚起床。 外头动静很大, 兰院里却很安静。 竹宇昨夜忙了大半宿, 现在还在熟睡。 门口的侍卫也被派去寻人了。 等我收拾妥当, 打算出门看热闹时, 人已经找到了。 秦圣浑身是血地被抬了回来, 但没有见到秦婉的影子。 他们明明是在一起的, 怎会只找到一人。 昨夜烛火熄灭后, 竹宇带着人闯了进来。 我早已将软巾散洒在地上, 等他进来时, 正好生效。 他们不费吹灰之力, 就将人打晕带了出去, 只留下秦圣和秦满兄妹俩在里面。 黑灯下火的, 竹宇雇雇来的人 甚至没看清里面人的模样。 按照竹宇的指示, 将其他人扔去了城外的破庙里。 秦圣一开始还在对我放狠话, 你要是敢伤害我们, 我爹绝对不会放过你。 直到我将屋内的痕迹都清除掉, 只留下了那位大夫摆在桌面上的一排锋利的刀。 他像是预感到了什么, 爬过来拉着我的裙脚苦苦哀求, 看在兄妹一场兜粪上放我们一条生路吧。 我发誓, 你我之间的仇恨一笔勾销, 往后我再也不会找你麻烦了。 求求你。 我蹲下来, 塞了一颗特制的噩梦丸在他嘴里, 兄长这么能屈能伸, 我自然要给你一个机会, 你可得抓住了呀。 秦圣把手伸进嘴里, 想将那颗药丸抠出来, 啊啊啊, 你给我吃了什么? 色缩在墙角的秦婉睁大眼睛拼命摇头, 抖得更厉害了。 这么好的东西, 当然也少不了他的。 做完这一切, 我将房门上了锁, 打着哈欠回府歇息了。 噩梦丸会让人产生幻觉, 将身边之人荡成此生最为害怕之物。 人都有自保的本能, 桌上那些小刀, 就是他们自保的工具。 秦圣会胜出我一点也不意外, 只是不知秦婉的尸身去了哪。 秦府的柴房里传出恶臭时, 大家找了秦婉。 他安静地躺在临时发臭的尸身旁, 衣着整洁, 除了脸上的伤疤外, 看不出其他伤口。 不知道秦户给了经兆福隐什么好处, 秦婉的死被说成是为临时殉葬。 他们母女情深, 秦婉自知母亲德性有亏, 罪不可恕, 但又实在不忍眼睁睁看着她受苦。 两难之际, 同林是一道服毒自尽了。 秦圣是妹之事, 就这样被瞒了下来, 秦府对外宣称她那一身伤事遭了仇家报复。 林氏和秦婉的尸身被抬出去的那天, 九王爷原青邀我前去天香楼用午膳, 说是为了答谢我的救命之恩。 出门时, 法华寺的高僧与我擦肩而过, 他捏着佛珠, 颇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 原青的气色比那日在秦府时好了不少, 坐在窗帘旁温酒的样子好看得像一幅画。 秦小姐若是不想进宫, 本王可以帮你。 我在他对面坐下, 预知的酒杯捏在手中触感温凉, 王爷为何要帮我? 因为我救过你。 秦小姐想必也听说了, 进皇宫, 你活不过三个月。 他神色严肃, 想来不是在跟我开玩笑。 我起了逗弄的心思, 听说圣上是王爷异母同胞的兄长, 王爷这般天人之姿, 圣上定然也相差无几。 秦央不过是一个长鱼相野的野丫头。 能嫁给这天下最尊贵的人死也值了。 他白皙的脸颊浮上一点红韵, 默了默, 为了敲打不知天高地厚的我, 将贵女进宫, 为何活不过三个月的缘由告诉了我。 我深吸一口气, 想不到皇宫里也住着一对禽兽。 原青人美心善, 我开了一副治疗心急的方子答谢她。 不能治愈, 但可以延缓发作时效, 延长寿命。 兰院今日比往常热闹好多, 禽户领着一对护卫将院里院外围的水泄不通。 我前脚刚踏进府门, 就被她派的人带了过去。 秦阳, 这些都是什么? 她指着从我房里搜出来的瓶瓶罐罐怒吃倒。 几日不见, 她好似苍老了许多, 腰背都没以前挺得直了。 父亲想必已经查清楚了, 是你害了瓦儿和兰儿? 她口中的兰儿就是林氏, 这会儿倒是叫得亲热。 这算什么? 等秦圣醒过来, 她会发现她最宠爱的儿子也是被我害的。 他们做错了事自然该受罚, 父亲不惩治他们, 我这个嫡长女只好亲自动手了。 放肆, 你这个毒妇。 来人, 将她拖下去。 父亲别急, 您莫不是忘了, 三日后就是我进宫的日子, 您该不会要抗制吧? 她的话噎了回去。 抬手将旁人都赶走了。 沉默良久, 她走近我, 将我仔仔细细打量了一圈。 满脸凶下, 你在庄子上长大, 哪里学来的这些本事? 先前你用金簪次学, 救了九王爷一命, 我当你是误打误撞。 后来, 你又用毒害了兰儿和瓦儿, 如此看来, 你倒是有些真本事。 从时招来, 否则我就算不能杀了你, 也能让你生不如死。 圣上要的, 不过是你一个敌女的身份, 至于你健全与否, 她才不在意。 原来她也知道, 送进宫的贵女会受怎样的折磨。 其余没有, 地狱般的经历倒是有。 八岁那年, 张大婶让我上山捡柴火, 我一去不回, 被一个须发全白的老头炉走了。 我以为她要把我卖了换钱, 想着这样也许是好事, 至少不用再遭张大婶毒打了。 可她把我带进了荒无人烟的深山里, 将我要晕捆在柱子上。 在睁眼时, 我被泡在一口漆黑的大缸里, 深色的水面上浮着一只小臂长的毒蝎子。 女娃子, 你不要怕, 老朽是神医, 不管你一会儿多难受, 我都能将你就回来。 她很兴奋, 嘴里哼着轻快的调子。 很快我就明白她的意思了。 我身体先是像着火一般, 烫得不行。 然后又像赤身裸体被丢进了冰窖里, 冷得发抖。 忽冷忽热之际, 刺痛从手腕上传来, 那只大蝎子的尾巴扎进了我的肉里。 我的意识逐渐模糊, 浑浑噩噩, 不知过了多久。 再次清醒时, 老头围着我打转, 女娃子, 你还是第一个扛过小虎致命一击的人, 老头我真是捡到宝了。 那只毒蝎子, 它是若真宝, 给它起名小虎。 从那以后, 我便时常被它逼着吃各种它制出来的毒药, 然后它再根据我的症状调整毒性, 最后总会在我即将毒发身亡之际将我救回来。 前一两年, 我神志清醒的日子没有几天, 印象最深的一次, 是我全身长满毒疮, 被老头挨个挑破, 取里面的毒水去研制解药, 又痛又痒, 生生挨了半月。 在我十四岁那年, 他又从外面掩了个人回来, 是个浑身是伤的少女, 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 破布娃娃一般。 老头把她交给了我, 那时我已成了老头的徒弟。 虽然还是要为她试药, 但她也会教我医术, 教我如何制毒。 少女名叫竹语, 从死事训练营逃了出来, 一路被追杀至此。 我将她身上的伤口包扎好, 又为她拿了一套我以前的旧衣裳给她换上。 竹语不爱说话, 一天大部分时候都在发呆。 我经常一边磨药, 一边同她没话找话说。 竹语伤好得差不多的时候, 老头也将她泡进了缸中, 只是没想到她刚把小虎放进去, 就被竹语一剑抹了脖子。 她不知道竹语的来历, 也不知道她腰间藏着一把软剑。 因为我跟她说, 竹语是从人牙子手里跑出来的, 被打傻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她给我下了毒, 断定我不敢骗她, 那毒正好在竹语来的那日被我给解了。 噩梦结束了, 我们在那山里头又待了两年, 直到将老头的毕生所学都研究透了, 才回到张家村。 父亲可还有哪里不清楚, 听完我的奇遇, 琴护紧拧着唇, 大气也不敢出。 她眼神闪躲, 为父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多苦。 那父亲还要让我生不如死吗? 怎么会? 为父心疼你还来不及。 她笑得谄媚, 秧儿, 那只蝎子, 她还在吗? 你说小虎啊, 她死了, 她肉眼可见地松了一口气, 但她的子孙们被我带出来了, 一同出来的还有她们的小伙伴。 那, 她们现在在哪儿? 我一脸震惊。 父亲今日将兰院里里外外翻了个遍, 没有见到她们吗? 她们怕生人, 受到惊吓会到处乱爬, 最喜欢往人的裤腿里钻。 琴护肉眼可见地紧张起来, 为父, 为父怎么感觉有东西在身上爬。 我盯着她的尖头, 一直带着尖刺的尾巴正要往下扎。 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 琴护吓得满屋子乱窜。 进宫这日, 萧条多日的琴府门口锣鼓喧天, 人头攒动。 琴护和秦圣站在台阶上, 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他们即将迎来的坦荡仕途。 秦圣清醒过来, 想起自己做了什么后, 外衣都没穿, 就提刀来了兰院。 她一双眼气的通红, 是要为临世和秦婉报仇。 可他人都到兰院门口了, 却被护卫抬了回去。 不知秦户跟她说了什么, 她再也没闹了。 凡是送了敌女进宫的世家, 家中男子无一步加官进爵, 试图亨通。 秦家父子也是打的这个主意。 看来母亲与妹妹在她心中也没有她的仕途重要。 上马车之际, 秦户装模作样, 像寻常父亲嫁女儿般, 在我耳边千叮万柱。 我趁机跟她低语了几句, 她的脸色瞬间就白了, 一脸灰败地盯着我。 那天的毒蝎子被她抖了下去, 没有扎到她。 同时她还令护卫将她的寝院里里外外检查了遍, 确保没有任何小虎的子孙在里面。 从那日起, 她增加了兰院的护卫, 将我严加看管, 没有一丝去给她下毒的机会。 今日也是直接从兰院将我送上进宫的马车, 就算同我说话, 也隔着一人的距离。 她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可我方才告诉她, 她才是那个我最该讨债的人, 毒当然要最先下给她。 只不过一开始症状不明显, 随着时间的推移, 毒性越来越强而已。 想要靠我升官发财, 也得有那个命了。 进宫第二日, 我见到了皇上, 明皇的龙袍 并没有让她看起来比原青更金贵, 眼底的乌青和销瘦的面颊 令她原本俊秀的容貌疲惫不堪。 听说, 昨晚贵妃身体不适, 她在她床边守了一夜。 每个贵女进宫第一晚, 皇上都会陪在贵妃身边。 宫女们习以为常, 昨晚早早就让我歇下了。 宫中吴皇后, 新入宫的妃子都要向贵妃请安。 我被带到贵妃宫中时, 她刚用完早膳, 正同皇上打情骂俏。 她扫了我一眼, 眉眼间尽是不悦, 这就是新进宫的。 瞧着没什么特别, 不知她敬的茶味道如何。 这就让她给链敬茶。 皇上身边的太监叫了两个人进来, 他们一左一右死死按住我, 在我的尖叫声中, 锋利的匕首快速划过我的手腕, 鲜血如注, 尽数流入早已准备好的流金茶碗中。 伤口的血还没有止住, 就被皇上命令即刻给贵妃敬茶。 我捧着那只盛满我鲜血的流金茶碗, 战战兢兢地递到贵妃面前。 她被我的丑态取悦, 将碗中的鲜血一饮而尽。 被带走前, 皇上特意嘱咐我, 以后日日都要来贵妃宫中请安, 敬茶。 任我如何哀求都无济于事。 之前的贵女也是如此, 有的受不了日日如牲畜般被放血的折磨, 自裁了, 有的坚持下来了, 不出三月也血亏而亡。 守门的宫女以为今晚又要听一夜哭声, 却不想我早早便稀竹歇下, 一夜无梦。 第二日醒来, 宫中大乱, 所有人都在往贵妃宫中跑, 我起床梳洗整齐后, 才慢条丝里赶过去。 贵妃宫中的人跪了一地, 皇上坐在贵妃的床前, 脚边满是摔碎的瓷片。 太医跪在最前头, 汗如雨下。 你说真的丽儿受了惊, 被活活吓死了。 从政, 症状, 上来看事, 是这样的。 来人, 把他拖出去斩了, 把太医院的人都给震叫过来。 大殿之中的气氛好似凝质一般, 大家都平住呼吸, 大气不敢出。 此时, 我的声音显得尤为突出, 陛下还请节哀, 当务之急是将娘娘腹中的胎儿接生出来。 他抬头看我, 眼睛红得吓人, 你说什么? 臣妾不才, 略通医术, 娘娘腹中的胎儿已足月, 现在取出还来得及。 他的眼眸恢复了光彩, 朕想起来了, 你就过原轻的命。 你当真能把朕的皇儿成功取出。 若敢欺朕, 朕必灭你秦家满门。 臣妾不敢欺君, 贵妃死了, 死不瞑目。 太医院的人都说, 她是做了噩梦, 惊吓过度, 心结而亡。 没有人会怀疑我的血有毒。 被当作要人那几年, 我早已百毒不侵, 因为这世间没有什么 毒能毒过我的血。 贵妃她呀, 着实运气不太好, 作恶多了, 总是要遭报应的。 贵妃公语出身, 在皇上还是不受宠的三皇子时 就一直陪在她身边, 陪她幽进, 陪她戍边。 她本就比皇上大五岁, 又经年累月地干脏活累活, 受得搓磨多了, 跟皇上站在一起识相, 差了辈分儿。 皇上并未嫌弃她, 反而将她视为珍宝, 真心待她。 皇位刚坐稳, 就力排众议, 将她封为贵妃。 可她自己却疑神疑鬼, 总觉得会有其他女子 将皇上从她身边抢走。 后宫里的妃嫔被她害得残得残, 疯得疯, 她还不满意, 竟以身患怪病为由, 让朝臣将自家为出阁的嫡女送进宫, 供她取血为乐。 贵妃用无辜女子的性命来捍卫她所谓的爱情。 皇上对此心知肚明, 却任由她胡来。 我用剖腹之法将贵妃腹中的胎儿取出, 当时只有我和我的丫鬟主与在场。 她从宫外将我足有半人高的药箱送进来, 里头由我所需的全部药物。 皇上接过生龙活虎的皇子时, 当即就将她封为太子, 她把她当成对已是贵妃的寄托, 是要给她无上宠爱。 许是情绪大起大落的厉害, 皇子出生的第三日, 皇上病了。 高热不退, 满口一语。 太医们束手无策, 不知有谁提了句, 圣上的症状, 同工不上书秦大人 先前害得病类似, 秦大人未曾医治, 不过十日, 自己便好了。 于是他们也等着皇上能自己好。 一时之间, 我成了这宫中唯一清醒的主子。 卧床第九日时, 皇上突然清醒过来, 在我的搀扶下 看了沉睡的小太子一眼, 就坐在桌案前, 开始写诏书。 他让我做小太子母亲, 细心照料他长大, 还让原青做摄政王, 在小太子成人后, 将大权还给他。 安排好这一切, 他去了贵妃宫中, 在那里闭上了眼。 圣上思念贵妃成吉, 与贵妃去世十多日后相随而去, 不知哭红了多少痴男怨女的眼。 我成了大赵最年轻的太后, 小皇帝还没有满月, 安静地睡在摇篮里。 月嬷嬷守在一旁, 正在给他缝一顶虎头帽。 那是他娘亲生前 亲自为他准备的, 针脚细密, 图案精致, 就差个收尾了。 他娘亲的女工失从月嬷嬷, 所以他缝起来得心应手。 小皇帝原名谢安, 是我舅舅的亲孙子, 生于边疆。 他双亲在守卫边疆的战争中 埋骨黄沙, 谢家如今就剩下他一个独苗苗。 月嬷嬷不想他再赴他爹娘的后城, 悄悄将他带回了京城。 那日露相一叙, 他本意是要让我看清秦户的真面目, 从此远离秦家, 同他们一起离开京城, 隐姓埋名过平淡的日子。 可我还有未了的事, 不愿就此离去。 直到原青将宫中贵妃的情况告知我, 我才有了离猫换太子的想法。 谢家人守了这么多年江山, 这皇位留给他们的子孙后代也合情合理。 原青对此事一清二楚, 若没有他的帮助, 我也唱不了这出戏。 他的心急便是夺嫡时被先帝所害, 不仅如此, 他此生都不会有自己的孩儿, 不如就趁当摄政王这十几年, 好好施展自己的才华, 让大赵实现真正的国泰民安。 事后, 足以想去抹他脖子灭口, 被我拦住了。 杀原青的机会很多, 可杀了他, 谁来替我们孤儿寡母打理朝政? 先帝放心把太子托付给他是知道他活不过十年, 我放心将朝堂交给他, 是因为他能活多久, 全凭我说了算。 足以不知道这些, 他以为我色令之婚, 每每原青来找我时, 都赌气跑去练剑。 原青知他性子, 每回都一笑而过。 皇宫里也不是十分安全, 除了原青, 还有其他几个寄予皇位的王爷。 不可控的事情很多, 但我心里很踏实, 荆棘之路走得多了, 也算有点心得。 高墙之内也好, 乡野之间也罢, 无论身在何处, 只要内心足够坚韧, 不为外物所动, 总能将脚下的路走好。 我一身华服, 坐在株连后面, 前头的大臣们正在同原青议事。 他们说, 公布上书秦大人家门不幸, 府上的亲人不知怎么都死光了, 如今只剩下他一人, 疯疯癫癫不成样子。 让原青拿主意, 重新再选一人, 顶替他的位置。 进宫那天, 我给了秦户几颗药, 告诉他那是我新研制出来的毒药, 让他替我找人施药效, 否则, 他毒发时, 我不会给他解药。 而施药效的人我也有要求, 必须是曾经欺负过我娘亲的人。 我还给了他另一个选择, 若他肯替他们赎罪, 将那几颗药全吞了, 那我便既往不救, 再也不为难他们。 没想到, 他连一次毒发的痛苦都没有忍住, 将药丸分别给了秦老夫人和秦圣。 秦圣十分信任他, 当即就将他爹口中的补药吞了下去。 秦老夫人活了大半辈子, 对自己的儿子十分了解, 当秦户拿着毒药去给他吃时, 他狠狠扇了他一巴掌, 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畜生。 曾经那个日日训斥我娘, 说女子要以夫君和儿子为重, 为了他们的前途, 哪怕一头撞死, 也要心甘情愿的老太太, 挣扎着被他亲手养大的好儿子 灌下了毒药。 亲手害死两位至亲, 秦户深受打击, 已然精神恍惚, 跑出秦府整日与城中乞丐为伴。 我是在一个雨夜找到秦户的, 他见到我像是见到厉鬼一般, 抱着头缩在角落里, 嘴里不停嚷嚷着, 云娘。 莫要过来, 今天是他最后一次毒发的日子, 妇女一场, 我来送送他。 朝堂稳固后, 摄政王下令重查将军之女谢云被害一事。 秦府管事丁三被抓住, 他将秦户当年如何毒杀谢云一事, 一五一时详细写了出来。 谢云临死之际, 还在苦苦哀求秦户放过他们的女儿秦阳。 秦太后听闻后泪如雨下, 第二日便昭告天下她不愿做恶毒的秦家女, 要改为随母姓谢。 从此, 皇宫中只有一位谢太后。 谢太后推行女学, 鼓励规格女子进私塾学习, 见识更广阔的天地。 她说, 女子无论爱红妆还是爱红鹰都不可耻, 只要忠于心中所选, 便可活出自我, 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京城郊外, 一十岁女童拿着红鹰枪跑到她父亲跟前撒娇, 爹爹, 云儿也想像兄长那般耍一套威风凛凛的枪法, 您也教教云儿好不好。 男人宠溺地摸摸她的脑袋, 笑道, 当然好, 云儿想做什么都可以。